由本台举办的第五届全世界中午舞蹈大赛北美赛区出赛 美东时间25日在纽约翠北卡表演艺术中心隆重开幕 来自北美、欧洲、亚洲、大洋洲等多个国家和地区的64名选手 在舞台上展现了中国古典舞的高超技法和神韵 经过了一天紧张激烈的比赛 共有51名选手入围26日的复赛 让我们随着本台记者看看出赛的盛况 在中华文化的历史长河中 不断涌现的人物和故事情节 在这里被来自世界各地的中国舞高手生动展现在舞台上 按选手年龄比赛分为少年女子组和男子组 以及青年女子组和男子组比赛 选手要准备个人剧目表演 和不超过两分钟的规定动作组合表演 中国古典舞基于中华五千年神传文化 具有丰富的表现力 学手的剧目表演将一个个历史人物在舞台上生动呈现 去的他想要忠心抱股 只是他还没有那种机会 然后所以他最后才会在绝望的时候 然后跳江 很想要表演他的感觉 就哦 他就是我 我就是好像就是我要跳的 就好像就很想要表演这个 中国古典舞有一套完整的基本功和严格的身运和身法的训练 舞者要通过刻苦训练才能完成各种翻腾和跳跃等高难度技巧 有某些技巧我以前完成不了 练了很长很长的时间 挺辛苦的 累出汗这些东西 不过练完的时候还是会高兴因为完成了 在初赛中胜出的选手 交女亚太赛区已经获得复赛资格的五名选手 参加10月26日的复赛 请关注本台的后续报道 新唐人记者安心江梅纽约报道